欢迎JJ加油 在四名保全手持盾牌的保护之下 JJ林俊杰踏上台北签唱会的舞台 就怕再发生被假歌迷殴打的意外 这回维安规格全方面提升 光是请保全一天就花了台币22万 这次的新专辑推出全新庆功改版 还收录了JJ和韩国行男乐团CNBLU主唱 郑荣和合唱的新歌 JJ表示非常感谢郑荣和的邀约 更透露自己和郑荣和私下 还互相交对方语言 啊 惹梦的 就好像是蛮想睡觉的感觉 因为最近太累了 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是问这种人说 有没有新的可以教我这样 我在我自己的演唱会会常常喊 嗨不嗨啊 或者是喊天叫声 其实我都有教他 即将于2月14、15号在台北开唱的JJ 最近才开始抓紧时间彩排练舞 他还透露演唱会当天的嘉宾将会有一男一女 会跳舞 会跳舞 会音乐 会音乐 还有吗 还可以讲吗 还可以讲吗 都是组合的人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